他给他女朋友买了化妆品 他也是给他女朋友过节用的 化妆品买了以后 他在取化妆品的时候 发现边上的快递件 上面也写的是化妆品 而且跟他买的化妆品 基本上型号类型一样 他就想把别人的化妆品拿了以后 把自己的化妆品按原路返回 就可以省点钱 超市快递代收点的监控显示 一名男子在快递架上翻找了一会儿 接着离开 随后快递员报警 说是有两件快递不见了 超市老板提供了一个线索 说这个人他认识 经常来这里寄快递件 但是不知道他的名字 也没有联系电话 但是他刚刚有个快递件 正准备寄还没有寄出 但是我们就扣押了他寄了快递件 然后他上面没有名字 也没有电话号码 只有一个微信号码 我们就通过亡警部门的分析 在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 明确了他的身份信息 男子姓深23岁 之后民警将他抓获 发现就是这个快递员跟司祖 所报的这些东西 这个无样化妆品 全部在他房间内 这个化妆品很贵吗 化妆品不贵 他脱去的那个无间化妆品 总共价值在855块钱 他自己买的化妆品 他买的是一样 就退的也是一样化妆品 是300多块钱 民警介绍 申某在一家航空公司上班 收入其实也挺不错 女朋友市民空姐 就当天他都很懊悔了 因为他也知道他犯了这个错误 我们做出行政处罚以后 他的工作就没了 航空公司工作也确实来自不遇 腰宝横剑记者报道